请关注我,让我们牵洗手,一起行走,一起感悟,杨柳绿了黄了,雪花来了去了,光阴神闪,岁月流转,转眼之间,我已经过五十岁了,总觉得五十岁是个分水岭,总觉得五十岁是个新阶段,总觉得五十岁以后,生活,应该有新的不同。 那么,就跟着自己的心走,一刻也不犹豫,修建自己的生活,不喜欢的人不靠近,不逢迎,这个年龄,但没必要强打精神,屁笑肉不笑的跟谁应付周旋,他有本事他上天,咱没本事地上走,他有本事他渡海,咱们本事暗边行。 我,不看,不听,不问,我自卖自己的不死就是,不必要的应酬不参与,五十过了,时光越来越珍贵了,那些无关紧要的应酬,那些从前总是碍于孽子勉强前往的场面。 今后一律不参与,胜出的这块时间,可以读书,可以习作,可以品尝,可以网游,悠哉游哉,我心胜了,不该自己关心的是不关心。 到了这个年龄,深深的明白,世界很大,人类很喧嚣,国家很广阔,社会很复杂,人性很优深,而个人,很渺小,很担薄,很无力,很无奈,很苍凉,再不要动辙就血沸腾,再不要动辙理想目标。 平平静静,当一个默默过客就是,关心自己的健康,注意饮食,注意休息,坚持锻炼,经常体育,保持宁静平和的心态,多多关注养生知识,多多留住快乐时光。 经常邀约好友一二人,三五人,三散步,趴爬山,游游游,偶尔看长电影,参加一些文学活动,尽量减少吸烟,进入准结烟状态,不再把吸烟有害当作耳旁风,尽量减少饮酒,绝对不在水喊都到场,到场就要一盏雄风,喝得晕头转向,尽量把饮酒控制在家里,自真自引,清静。 理性,少喝点,喝好点,享受生活,保健养生,工作稳健,不急不躁,不懈败,不拼命,不苟且应付,不过类贪工,如同骑过中盘,不求下赢,但求延和。 其实,我知道,保着这样的心态工作,凭借丰富的经验,往往说不定还能赢,读书要非常挑剔,书还浩瀚,每一个人终其一生能顺略的,也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,眼花了,精力也不如从前了,记忆也差了一些, 所以不再饶列加班,不再手不试卷,不再随便买书,不再无目的翻阅,选择极少的,最好的经典。 当代的也行,古代的也好,外国的也可以,但是必须非常挑剔。 选择就是一般书不读,一般好的书不读,要读,就是我认为最好,最必须的精品。 写作,也要限制自己,纯文去一定要坚持,这是终生的追求,要写出精品。 纯文学之外,写作是个目标,要写的是大众喜乐。 除此之外,不随便写作,不随便耗费精神。 书法,自己也喜欢了几十年,也加入了上书法家协会。 50岁以后,倒是可以适当多花多一点时间,因为书法是雅好,也是一种类似气功的锻炼,有益于身心。 对这种老年人很合适,以自己的功底,再练一练,一来健身,二来,说不定书法水平还会有所长进。 秋水东来,光阴飞逝,过了五十,一课也不犹豫,我依然知己花简,要修建自己的生活。 欢迎欣赏,有屏蔽附,特点松,1967年生,中学语文高级教师,坚持业语文学创作三十年。 亦在网园,大空东京文学,木大洛神等刊物,八表中篇小说八篇,另有小小说,短篇小说,诗歌,散文等八零雲语片,少。 散见于全国各地数十种报刊及网刊,部分作品被广泛定义借到国外。 多次获著名期刊全国真文大赛奖,有小小说及暴露满天星辰,吉诗集合流面试,系河南省作协会员,河南省小小说学会理事,三门侠士作协理事,面池县作协副主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